好 回到蓝宣学 今天又到了每个礼拜二 我们经济学论杂志的单元 这个叫利的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 也是好朋友 早安 财经文化出版社的社长沈云聪 哈喽 云聪 早安 大家早安 今天如果有收看我们的直播的朋友 会发现样子有点古怪 因为现在防疫中心说 在室内只要是录音或录影 有隔板的话就不用戴口罩 所以我没有戴口罩 但是云聪戴口罩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忘记刮胡子 所以不过我觉得也真的是 我觉得其实口罩戴惯了过去的一两年间 最近拿下口罩来 我就会跟我朋友戴着 有点那种没穿衣服的感觉 就穿着觉得风流流 对 有点点不太习惯 好 但是这应该要是 觉得庆客的事情 可以偷懒 不用刮胡子 然后不用化妆 对 女生也不用化妆 所以刚才云聪跟我说 他要戴口罩 我还说 为什么 因为你没化妆吗 原来是他没有刮胡子 好啦 所以其实过去这一两年间 大家买习惯口罩 口罩有很多方便之处 第一个我觉得大家感冒的人 真的变少了 像我过去我觉得 如果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会知道说 我每个一段时间 就会骚瞎一次 过去这一两年间 我都没有 所以真的是戴口罩 戴口罩是有帮助的 可以防堵很多的 但是真的是 也有人会长痘痘了 总而言之 我们的疫情的趋缓是一个好消息了 那今天的话 我们当然一样的 谈这次的经济学人的杂志 他封面故事的话 很可爱 叫做Cop Out Cop Out 这Cop的意思就是 最近正在登场的气候变迁会议了 那他这边其实看起来有点悲观 他画了三只 这个应该是气王 帝王企鹅吧 他们呢 蒙的眼睛是怎么样 是不敢看吗 所以对于这一次的气候变迁会议 长达13天 那这些国家之间 是否可以达到呢 真正的一些共识 能够真的让我们的全球 就地球染化的状况 能够呢 限缩在升温1.5度 同时呢 达到所谓的碳中和的目标 他是有点悲观吗 所以如果大家 你听到蓝轩刚刚的这个描述 跟听到这个题目 你开始觉得冷掉了 没什么兴趣 经济学院这一期 就是要写给你看的 为什么呢 因为气候高峰会 你看从1995年 在柏林举办以来 1997年的京都 有京都议定书 大家还记得吧 2007年的巴黎岛的高峰会 后来2009年的哥本哈根 2011年的Ruban 跟2015年的 大家最近最记得的 巴黎气候协定 你们发现 每一次会议都好像有个结论 但是结论过去后 好像 大家的环境 大家的空气 大家所遇到的天气暖化问题 并没有获得有效的解决 是啊 所以这是造成 其实从这个COP26 今年在英国召开的这个会议 其实在很多的讨论上 有些人开始觉得冷 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热情 所以经济学院特别在这一期做了一个专题 他就是提醒大家 如果你觉得这个气候高峰会是玩假的 你不再严肃对待这样的会议 对他的关注减少 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因为你这样讲我才突然间发现 这个气候其实是三只 他都都不一样 是的 See no evil Heel no evil 就像那个三只四猴 看非礼物是 非礼物是 是 OK是眼睛 非礼物是非礼物看 非礼物闻 是吧 非礼物听是 言 就嘴巴眼睛跟耳朵 所以意思是你这样子遮蔽自己的 这个视听 或是跟外界的连结是不对的 重点是重点是你的生存环境 已经遭受到危险 你就命在旦夕了 所以国防企业脚上的冰块 容胜一小片了 嗯 然后他还对于 装作没事 对对对 所以他说 所以这一集他有个满常的space report 其实就要提醒大家 尽管没有错 这个COP26 以及过去的这个气候高峰会 仍有利有未待之处 但是仍然扮演的 非常重要关键性的角色 嗯 但是关键的 到底能怎么办呢 我觉得呢 我常在想说 像我昨天还在讲说 有关于这个气候冰天会议 最新的一个进展 你会发现说 我们都其他有一些行动纲领 他有一些很具体的路径图 怎么做 而且彼此之间呢 必须要承诺要做到 但是他如果真的做不到 你能怎么办呢 我突然间想起 这个当初一开始 这个揭开整个有关于呢 全球暖化的序幕的 大家真的比较能够共同去感受到 这个危机迫近的事实上是高尔的那一部纪录片 高尔的那部纪录片我一直印象很深的是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 因为我一直都还蛮关心环保一天 那时候有真的打动我 他一路也就是播到最后之后 他roll的那个字幕告诉你说 你开完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心有所感 请你拿起电话来打电话到你地方上面的所有的民意代表 去跟他讲你是他的选民 你在乎这件事情 且他在国会当初呢反映这个事情 那如果没有的话 下次就不要投票给他 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说 终于有一个方法是 你关心之余 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说 好像关心半天政客怎么做 国际之间怎么做 你都没有办法去影响他的时候 就回过头来就是选举嘛 就是选票嘛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是能做的 否则每次讨论这个东西都觉得 你讲了选票 现在当然整个环境跟高尔25年前 拍那个纪录片的时候 环境非常不一样 其实你回到1990年代 在当时 大家对于气候暖化 对于声音现象 对于各种极端气候的变化 还感受不是那么强烈 在科学界也还有另外一派非常强烈的声音 大声说 我们人类 我们科学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跟数据 来证实气候有再暖化 没有错 对对对对 大概20年下来我想我们经历的风暴 经历的火灾 经历的炸暖还寒 该冷的不冷 该热的不热 我们已经深切体验到温室效应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带来的 所以现在你如果说要用选票来看 那当然民气是大大的可用的 差别是在于说这很多的国家 从政治到商业 其实要配合起来 还是有非常多的障碍 这些障碍也就使得让我们在生活中 而且老实说我们大部分人挣钱养家生活都来不及了 气候的事情可不可以不要再落到我头上 可不可以你们去处理就好 所以绝对对于气候这种事情相较于买股票 所以大家就觉得比较无感 但是其实它是 我觉得也不是 让我们迫在眼前的一个危险 而且我觉得对台湾来说 我觉得一个好处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世代 对于这个环保永续的议题 非常的在乎 他们甚至会透过一些平常的 微小的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选票是一个 要不然就是消费者 消费者都有些消费行动 我透过消费这个概念来传达我的价值 所以如果你愿意节省减碳的 你愿意呢推动绿能的 你愿意呢少用一点塑胶带的 我就愿意多消费一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我们小小的个人的一些力量嘛 嗯对啊 没错但就总体来说 其实我们需要 国际上重要的国家 要联手起来 推动各种真正有效的政策 而不是靠我们 个别小小的力量 冷气调低个调高个几度 然后塑胶带少用了几个而已 所以大国之间能做什么要做什么 对对所以这也是高峰会 一个重要的原因 心情权人说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高峰会 可以make a difference 因为它可以把富有的国家 以及很多的穷国 聚在一起 大家一起设定这样一个目标 就否则 你会看到有这样的意识的 你包括像台湾 经济发展比较早 消费程度比较高 走得比较快 所以我们跟西方国家一样 很多老百姓有这样的概念 但是你回到很多的新兴国家 很多的穷国 其实大家对这个环保的概念 还不是那么强烈的 但也因为如此 所以仍然继续的 用非常落后的方式在发电 用非常耗能的方式在过生活 尤其这期他的Space report里面 有一篇非常长的文章 谈的就是我们所住的亚洲 因为总体来说 经济学人说 亚洲的经济是建筑在煤 建筑在油 建筑在天然气之上的 而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 是不可能永续的 因为要知道全球 现在的煤的使用 大家知道吗 有四分之三就在亚洲 当然其中很重要的国家 中国大陆 中国加上印度 他们人口又多 他们用煤 烧煤的发电厂 现在也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地方 所以大家想想看 亚洲总共15亿人口 而且大家生活在热带 你随后越来越热 大家想想看 海水越来越高 然后天气越来越热 越来越多 中产阶级有钱之后 也买了越来越多的冷气 这个状况其实只会越来越恶化的 而且你看有好几亿人 从印尼到菲律宾到印度 就住在海洋的边缘 所以一旦气候继续的暖化 温度升高 冰箱继续的溶解 海岸线遭受到 侵袭跟威胁的风险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亚洲不在这个时候觉醒 他说未来在气候变迁到暖化 到整个威胁真正发生之前 整个地球会有多热 他认为要取决亚洲人的生活方式 哇 OK 突然觉得自己责任重大 澳洲大陆上面 他们过去确实已经排放在工业时代排放很多了 他们现在开始积极的在推展绿能 他们现在觉得现在此时此刻确实也是啦 那就是一个排碳的状况落在亚洲地区 其实亚洲很多国家也不见得买单啊 像印度 他说你们这些有钱国家经济发展的早 烧煤什么都让你们烧完了用完了 然后你们现在经济发展好 就说你们不能再用这样的东西 然后开始要我们用别的东西 要改你们自己先改 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你昔日的工业大国跟现在的制造大国 就是你总永远就是这些你都在argue这个事情嘛 那再来就是贫穷落后国家也是一样嘛 就是说好那你要我现在阳气一些呢 可能对于这个地球不友善的这些发电的使用的资源的方法 要不然你给我钱啊 要不然我怎么对不对 那所以就希望能够复国去补贴穷国 那复国补贴说是要给到现在为止看起来 我后来昨天看出相关的数据 给了一段时间也没真正全给 所以我觉得就是昔日复国跟现在复国之间 还有现在的复国跟现在的穷国之间 就是这些问题永远就是在搞政治 也不是搞政治 就是永远你拿不到一个均衡点啦 所以这是为什么整个的目标要设定很简单 怎么样做到很难 难怪英国女王不高兴啊 所以这个看起来会是 当然一定会是一个边打边谈的过程 就是说我们一边争取自己最大的权益 但二方面还是要一起来吸收解决问题 对我觉得这样的 我觉得对大国来说的话 就是说他必须要能够静下心说好 现在不管你怎么去讲说昔日的这些富国们怎么样啊 但是就是现在地球的危机是摆在眼前 所以你再怎么样你必须要去收敛 去改善你自己的排碳的状况 那我觉得对于这些英美国家来说 你也必须要有点弹性跟体谅 因为你不能够说一下子你 过去的这些西班国家 都花多久时间走到现在的绿能跟能源转型 那你要要求现在的中国跟印度那么快就做到 其实你也必须要给他们一点时间 跟一些彼此之间的这些相互的包容 我觉得这些都是如果愿意 真的要能够成事 一定是彼此之间要能够相互体谅 不过中国很显然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视的 而且完全有意识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包括他自己的国家 现在如果未来继续朝着这个速度 继续富裕下去的话 他们会产生更多的中文阶级 中文阶级会更希望自己生活过得更好 所以我们消费会增加 他们用电来会增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继续使用煤来发电 继续使用油啊天然气来发电 其实整个气候的冲击 大家都可以预期的 更多的水患 更多的风暴 更多的热浪 所以这是为什么习近平喊出要 20几年 2030年碳达峰 2060年碳中和 所以总的来说 大家如果听了这个节目 大家关注这个气候议题 可以把这期经济学院的这个专题照来看 我觉得这个事情 放到台湾更近的部分 其实在我们可以表达我们自己意愿的同时 今年的12月8号就有两项公投 是跟我们的能源政策有关的嘛 一个是藻礁 一个是核四 我觉得这部分真的是很可以去充分讨论 我觉得很多 很少两全其美的方法 就什么核能啦 绿能啦 绿能我们就说过了 这个布莱坞你也没办法 但是你核能的话又担心一次性的灾难 但是怎么样子你必须要做选择 所以对台湾来说怎么样子做一个选择 呃事实上是台湾必须要去讨论 而且做出一些很民意的反应的 我用晋亦宣人的结论来回应你刚刚讲的这段话 晋亦宣人最后的结论是说 其实针对能源啊 重点已经不再是使用什么方式 而是必须在这个阶段呢 齐头并进多管齐下的朝着更好的方向去改进 嗯嗯就说你刻意排除某一种 嗯嗯我们没有办法现在说 啊这个不好马上归零 要做那个 对啊我也觉得 所以对台湾来说的话呢 事实上绿能持续性的发展 你何能作为一个缓冲 在绿能还没有办法达标之前 做一个缓冲的一个干净的一个能源的选择 会总比火力发电好 台湾的费线还多严重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了 OK我们休学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轩时今 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接下来聊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其实我真的觉得还不错啦 就是如果说经常性的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我们在礼拜四的这个单元里面 不管是科学人杂志 还是我们的阅读网络阅读趋势 我们真的都还蛮 及时的为大家介绍一些 最近很夯的一些科技当中数位的话题 不管是元宇宙啦 声韦啦 Deepfake 还有这个NFT 那NFT的话呢 就是一个 嗯 说话题 数位时代当中的一种 嗯 买卖镜标嘛 这个我都很难去用很简单的话去形容啦 那意思就是说 总而言之你可以拍卖 那你拍卖什么呢 你有你在数位时代里面 虚拟时代里面 你也可以有一些 新艺术的诞生 比方说 经济学人杂志封面 是不是可以是一种艺术呢 然后你可以透过呢 这个区块链的概念 嗯 去创造出它的价值来 这叫NFT嘛 对不对 这一期经济学人很好玩 他也在玩NFT 嗯 我想听众朋友 如果你听了 阮轩的节目 或者你别的媒体有听到NFT 如果你还没听到的话 事实上你可以回去看啦 我这边也顺便讲 就我们的节目事实上 都会丢YouTube 因为到现在为止 都还是会有听众朋友 在我们的 呃我们的粉丝页留言说 啊我听不到怎么办 在哪里重新听 YouTube上面有 嗯 呃如果完全不知道 我是因为简单解释一下 嗯 所谓NFT呢 叫Non-Fungible Token的缩写 啊叫做不可替换的代币 嗯 但是想说这个代币 到底跟什么艺术有什么关系 其实比较简单讲 呃这个NFT 可以克服的是 我们在网路上 这个版权啊 权利资产状况 不明确的这个问题 因为像我们现在遇到很多问题 是 比如说你张照片 上传之后 哦这里转贴那里下载 然后版权就 就没了不知道哪里了 就是明明知道别人是 不具有版权 可是到底你根本来 没有办法去去追踪啊 然后很多的创作出来 哦虽然大家知道是谁 可是实体创作 壁卡索的话就是一幅画 你可以去复制很多 但复制化就是复制化 只有原画才是原本的 嗯但是在 在网路上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这样的界限 嗯 所以non-fungible token 呢 NFT就试图解决这样的问题 当然只是它解决问题很多 这是其中之一 嗯 那为什么它可以解决呢 是因为 呃为什么它叫NFT 呃 其实我们现在在所有的货币 包括我们手上的新台币 或者网路上的比特币 呃都是FT Fungible token 意思是说 呃你可以用我手上的这颗代币 去换你手上的代币都一样的 嗯 OK我手上的50块台币 跟你手上的50块台币铜板 是彼此科 嗯 是fungible的 对对对 但是 什么叫non-fungible 就是它在网路上所发行的这个代币 我这个代币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嗯 不可替换 对不可替换的 我的这颗虽然也叫50块代币好了 你那颗也叫50块 对不起 我们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简单说 就是你看我现在手上有一张呢 经济学人杂志的三只企鹅 对不对 嗯 这是我复制下来的 嗯 但是它的原版呢是有价值的 对 它那就是NFT 现在是没有的 就除非是 它正在发行呢 对所以经济学人呢 就用它 记不记得我们几个 礼拜前有谈过一个封面故事 就是谈区块链的 封面故事叫兔子洞 嗯 他就用彼得兔的那个封面 好 经济学人呢 他也觉得NFT是一个有趣的概念 所以他决定进行一场实验 他呢把它的那一期的封面 嗯 嗯 放到网络上 放到区块链上 呃 附加上一个NFT 嗯 这个 这个我刚才没有讲完 意思是说 如果他现在的方法呢 就是在区块链上 用刚刚讲的这个NFT 附着在每一份作品上 嗯 这个作品 你的作品可以是一张照片 可以是一幅图 可以是一篇文章 可以是一个档案 可以是任何东西 只要附在上面 你这个档案呢 在区块链上 就有他的身份认证 嗯 OK 别人照样可以复制 但是他复制不了 你这个NFT 的价值 的价值 所以就像 毕卡索的原画 嗯 就是那张原画 但是这个 他可以复制到处 你都可以在海坡上面 都可以买到 但那是另外一件事 跟原画的价值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 新鲜的就试图玩 他说 这是我一直学的封面 我加上NFT来拍卖 结果大家知道吗 他呢 在10月25号 上去拍卖 最后呢 总共收到 99.9元 以太币 99.9个以太币 这样有没有也太少了一点 少吗 换算成美金 42万美金 哦 42万美金 所以台币是多少 一千多万 几千万哦 一千多万 所以不少 一个封面而已 对 所以 我以照一一 这个NFT 现在疯狂的状况来说 有些已经炒到翻了 你知道吗 数亿数亿 这样子炒 当然这中间 80%以上 我认为是真的 纯炒作 就是早期投入的人 想要炒热这个市场 所以刻意呢 你买我卖 我买你卖 特意的烘托很多的价格 我就算不买也把它炒高 所以其实很大一部分是这个 所以你真的要介入 还是真的要小心一点 你这个时候买贵是 几率非常非常高的 但不可否认 现在的以太方上 因为刚讲的NFT 它是建筑以以太方的区块链技术 所发展起来的 那现在在以太方上所发行的NFT 总价值已经来到了143亿 每个月的交易量有超过2亿美金 嗯 你看都吓人上亿美金 嗯 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 刚刚我们讲的NFT 这网络上的平台很多 大家去Google NFT都可以找到 几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叫OpenSea 一个叫Releable R-A-R-I 就是很稀有那个Rare 叫做Releable 嗯 嗯 金玄是 藉由他的这个实验 来告诉我们他看到了什么 嗯 当然首先就看到了 他觉得这个市场 其实是很热的 嗯 而且呢 目前看起来只是初步的使用 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用途 嗯 怎么说呢 因为未来的这个封面 嗯 未来的 你要上传要用NFT卖的 每一首诗 每一首歌 每一个档案 交易记录都会明确可考 不可被修改 嗯 现在其实很多的收藏品啊 哎 其实中间的交易过程 有时候可能是黑市 可能被盗卖等等 但是未来在NFT理论上 呃在以太方的这个平台上 他是不可被修改的 嗯 今天是蓝群买去 呃 再来到我手上 再来到搜索手上 其实在记录上 都会一清二楚 嗯 应该是啊 因为这就是区块链的特性嘛 嗯 所以现在的用途 大家知道吗 在美国有些大学 也用这个来募资 来筹钱 啊 募资吗 怎么样呢 不是有一些老学者嘛 嗯 他可能就得了诺贝尔奖 嗯哼 然后呢 他原本的原始的研究报告 嗯 早年还是用手写 用打字机的 嗯 都有 所以他们发现有价值的地方 嗯 放在NFT拿去拍卖 哈哈 赚到了钱呢 拿来做研究 投入学术研究 哦 其实经济学人这个钱 也不是他洛洛口袋的 他这个其实 呃卖了 四十万美金呢 他这个全是都捐出来的 哦 啊 所以意思是说NFT带动了一 呃一阵大家的这个 挖宝槽 嗯 回到家翻箱倒柜 找自己的一些老东西 看看可不可以卖点东西 重资募资来 做现在想要做的事情 嗯 所以而且呢 经济学他这个封面很好玩哦 他有 因为你的转换的设定条件 你还可以自己订嘛 嗯 所以经济学人订的是 未来你买了他这个封面 其实我们不知道 是谁买了这个封面啊 呃总之是以太坊 有一个代号 上有个代号的人买的 未来呢 这个 如果他转手 经济学人还可以再抽百分之十 我这样子吗 嗯 因为所有记录都很清楚 所以你逃不掉了 你交易卖 全世界都会知道 嗯 知道之后你这个平台上 就会自动拨百分之十 给经济学人 去做公益 嗯 所以其实 意思是说 其实呃我们现在 如果纯粹把它当做 纯炒作啦 我们当然觉得 对他有些反感 嗯 但是大家换个角度想 如果他未来是可以 为大家 他带来一个第一个 对作者的原著作更有保障 因为比如说 我是音乐词曲创作者 那我的音乐 上传的YouTube之后 大家随便都下载 都可以去 去去去去听了 呃 我的版权 我的权力其实会受到影响 但是今天如果有 NFT的这个技术 这个档案 其实就是我的 嗯 嗯 如果未来呃 有人要追踪 有人要收藏 有人甚至愿意出些高价购买 嗯 那其实就是我作为创作者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收入来源 而且可可被 获得保障的 这是可以一举解决 我们目前为止 呃长期以来对于网络上 所谓盗版问题 很头痛 不可解决 呃不失为一种解决的方式 嗯嗯 所以大家如果关注 可以去注意一下 这个以太方 不过呃经济学员在这个过程中 也发现了这个 NFT的呃所谓的 flaws 缺陷嘛 呃简单讲 比方说他觉得第一个 呃 区块链其实毕竟是非常耗能的 嗯嗯 我们刚才前面才讲说 耗能 这个必须简单 可是呢 你看为什么中国要大幅的取低 韩国要大幅的取低 不只是因为他的炒作 其实还有他大幅的耗水能源 经济学员说 他为了卖这个东西啊 嗯 卖这个NFT 呃所耗掉的能源 相当于飞一趟长途的飞机 嗯哼 所以耗掉了这个能源 嗯 嗯再来呃 这个区块链上 其实呃很多的资金来源 仍然是不够透明的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犯罪集团 有没有要洗钱的 像都用这种加密货币 他们认为 那其实也不完全那么那么容易 搞就是了 之前美国那个还是被抓嘛 嗯 所以所以但是 无论如何 他毕竟到现在为止 还不是那么透明的一个资金往来的状况 嗯 这个也是经济学员要作为一个 正法经营的杂志 他自己会担心的问题 嗯哼 嗯哼 OK 他自己偷他自己的NFT 他观察到了几个点就是了 OK 我们休息回到现场 好回到冷静时间 继续和沈英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好那接下来要聊一个是 因祸得福的订购模式 这什么意思啊 嘿 过去这十年来有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在美国非常的流行 台湾也是啊 叫做订购制 订购制 订购 订购啊 比方说订购的意思是说 相较我们零买 比方说我们洗衣机完了 啊今天赶快下班前去买 牛奶喝完了啊今天这个下班前赶快再去买回家 嗯 但但现在有一种新的模式呢 是用我们过去订杂志 订报纸的方式 嗯 订Cable的方式 就时间到了 他会寄到我们信箱里面 OK 就订阅他就是了 对去订阅他 对 过去你看只有少数几个东西能够订阅嘛 时间到了我要看了报纸 现在要看了杂志 呃这个 这个 我还要订Cable等等 嗯 现在什么都能订 嗯 最有名大家都知道 刮胡刀 啊刮胡那个刀片 每个月都要用 嗯 所以呢现在就 就定期送吗 定期送来 啊洗衣精 也是定期会用完的 嗯 其实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讲到 Amazon在推他的那个 呃载配就有聊到说 嗯 他就是想要在每一个人的家后面 装个什么 呃小门 呵呵 他就天天把你的生活用品 就放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现在其实经过那个时候 讲到现在 哦不止不止 已经成为气候了 呃不完全 他完全不一定的 呃不太相同的概念 嗯 那已经 Amazon那个其实又更整合了 嗯 Amazon他透过他的AI啊 嗯 他其实还是更想是 他就装一个一个侦测器在冰箱上 对对对对 所以他就会知道你的牛奶 核胜三分之一 核胜四分之一 核胜四分之一 然后不是定期 所以你你根本 呃不用不用 定量 嗯还会定量 然后他发现你这个快结束了 就自己 对对对对 哦了解了解 那这当然一步一步发展 他其实还说啊 你可以用直接用奖的 他就帮他送来啊 哦等等 对 anyway 那现在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订购制啊 嗯 在在疫情期间 特别受到欢迎 嗯 为什么因为疫情就不能出门 那你在家里的日常用品 消耗品 是固定会消耗完的 嗯 所以当业者推出有各种 你如果订购 还给你优惠 给你正品价格 就特别便宜的时候 很多人就愿意 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 嗯 所以呃在过去这两年的浪潮下 呃你看我刚刚过后五早本来就很洗衣精啦 等等咖啡啦 嗯 固定中要喝的咖啡 嗯 嗯 情绪用的蜡烛啦 嗯 呃内内衣啦 等等 其实都在 固定会消耗的东西 对对对对 在2020年都出现了大幅的成长 嗯 所以经济学院这一期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就谈谈这个订购制的商业模式 呃这段期间来的演变 嗯 现在随着很多国家都解封了 大家可以出门去逛街了 所以他觉得后疫情之后呢 这样一个商业模式 嗯 恐怕不再能够像过去两年这样的大成长 哦 嗯 那我觉得这个感觉上就一个所谓的方便性 跟另外一种新奇感 嗯 两边在拉锯嘛 对不对 嗯 而且消费者其实也在调整 嗯 也在尝试呃一方面尝鲜 二方爷爷在在想说我生活到底这个有没有有没有真正实质的帮助啊 嗯 所以其实在2014年到2019年这五年期间 根据美国的这个订口产业工会的统计啊 平均年成长高达17% 嗯 嗯 也因为他的高成长在过去这几年来吸引了很多的创投投入 哦 很多创投投入也很多新创出来 很多新创出来叫做很多的竞争者 很多竞争者就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 嗯 嗯 所以造成的结果是其实你正要做这门生意 我想听众朋友听到如果你在做也会觉得不错啊 对吧 你看我如果可以推订购制 等于我锁定了一个消费者 嗯 他当他用上了我的洗法金 嗯 未来他不用再去全联不用再去去家乐福 不用再去别的地方买 他时间到了我自动送给他 我拦截了所有的生意 嗯 多棒对不对啊 但是呢你看要找到消费者是没那么容易的 嗯 所以其实整个过程中你要付出的代者是非常重要 首先你要找到需要洗法金的人啊 你去哪里找 你要找到需要喝咖啡的人啊 需要蜡烛的人 需要内衣的人 需要挂护刀的人 再来你必须跟他建立足够的信任才行 嗯 让他觉得你这个品牌看起来不错 你看起来可靠 你看起来不会倒 你看品质是稳定的 不会这一批来是正常 下一批又不正常 嗯对吧 所以他才愿意花钱订购 因为订购等于是一个预付的概念 嗯 那再来更难的咯 你要他用完之后 他会永远留下来 下次用完之后 明年再继续订 嗯 可是你知道吗 我就一个消费者的观念来看 我觉得这些东西最大的挑战 真的就我刚刚在讲到 其实便利性就是你可以不用再去order 他就可以不断的这个到货 但另外就是每个人的长天感 缺了选择 嗯缺了选择 没错 嗯就是因为你说洗法性好了 像我就会很多洗法性换来换去啊 但没有到很多啦 可能固定两三种换来换去 而且事实上 嗯 大部分的一些假设呢 什么头皮养护专家 他也会建议你说不要只用一种嘛 你可能交换用对你的头皮刺激 会来的好一点点 所以一方面是本身就是 有这样的专家建议 二方面是你的长鲜感 哎是不是要突然 出现一个新的东西 同样去用用看啊 嗯嗯嗯嗯 但是所以就变成说是 我觉得生活用品里面 有有这种分类 有一种你可能 嗯 历久不衰 你可能不会那么长 想要去泰换他的 比方说假如就我来说 可能洗衣粉 嗯 我会觉得我可能比较固定用 一个比较安心的品牌 但其他的部分 我可能就会比较想要去换 嗯对不对 类似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些商家 要克服的 就是想要去推 订购制的专家 想要去克服的 商家要克服 就是说你怎么样 在你自己的品牌之下 可能会不会有一种 多元的选择 嗯嗯 你就几种洗髮精 你就几种卫生纸 你就几种什么 然后我可以在这个里面 去搭配去轮 对对对对对对 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 比较会容易成功 嗯对这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呃的挑战 好对不对 再来另一个是浪费 浪费 为什么浪费 因为我时间到了可能用不完了 哦 然后然后但是你又送来了 就像我以前订杂志 最大的痛苦就是这样 还没看完还又来了 对对 尤其订周刊 明明上一礼拜很忙 都没看 是是是 然后联系一堆就是好几期没看 嗯没错 那你可以想像家里 呃不是杂志 杂志放了还你还觉得有点安心 反正不会腐烂 咖啡呢会过期啊 对咖啡很有那个就是有那种保鲜器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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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一个仓库 也是很烦的事情 所以这是为什么其实订购制应该要挑战的就是cancellation 就是取消订购的比率非常非常的高 而你每被取消一个要再重新找一个过程中的cost 代价又是很高的 嗯 所以这个其实是这门订购制啊 呃大家如果真正想做这个生意的时候 要去想到的挑战 那应用的方式除了你刚刚讲的 因为应用选择性 其实让大家可以搭配啊 这个呃一个月四个礼拜 那A 第一个是A 第二个礼拜是B第三个是B 那另外一个方式其实是 呃让大家这个订解决浪费的话 订购更有弹性 嗯 例如就不是死死的 每个礼拜都一定要订 等下半磅的咖啡 嗯 而是让你在未来这一个月当中 你可以有所选择 你时间到了发现之前还没听完 A可以稍微延后一点 哦我知道了 他就是他扮演这种提醒的角色 因为常常会想要订购也是一种 你可能忘记 嗯 你可能没时间 大家提醒你确定要那么多吗 嗯 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时 嗯 类似这样讲 然后呢虽然号称是订购模式 也要搭配那种一次单次购买的商业模式才行 嗯 就是我一方让你订购 二方也让你单次购买这个 来试用看看啦 哦 等等的 所以其实要做这门生意啊 并不是死死的 我就是啊少数几样产品给你订口 嗯 相反的现在你 在百家争鸣的状况下 你要更有弹性才行 嗯 OK 好我们休息了回到现场 好回到南轩学金 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 经济学人杂志好 那最后一个话题的话 也是在讲到一些行销啦 这个业务 这边讲的是广告 数位广告 现在很夯 嗯 那但是呢 经济学人杂志提醒未来 有一些变数存在 什么样的变数咧 你记不记得我们 20年前刚开始 出现网络广告的时候 那大家 20年前的事情吗 30年 哇 真的是 对吧 然后那时候其实 数位广告不是才弄banner 对啊 它那个不够看啊 所以 传统媒体都没有把它放在眼里 就觉得啊 就占个位数 没有人喜欢看结果性 像贴狗皮膏药一样 贴一个贴一个贴一个 那现在哇塞 嗯 灵活度多高啊 你看这个数位广告在美国广告市场的占比 2015年27% 今年已经来到25%了 哎 52了 52 所以 一半以上了 嗯 不过回到跟传统广告是一样的 我们传统广告不是有长一句话吗 说 一个老板就说 我后的广告费呢 有一半有效 一半的无效 嗯 问题是我不知道哪一半有效 哈哈 其实早在100年前 经济学院这篇文章就引述那个大西洋杂志啊 他其实就去说 其实75%以上的广告是无效的 嗯 但是因为那25%非常有效 所以所有的人都兵家必争 所以还是得花钱 咱们咱们咱去做这些事情 而且就是你刚刚讲的 因为你不晓得哪一部分是那25% 哈哈 所以你知道千一样的百分之百花下去 嗯 那但是 现在呢 现在会不会精准一点 因为现在那么多数据啊 嗯 证理书是这样的 是啊好问题啊 所以他这一期这篇文章是试图 帮大家探讨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 数位广告在最近这个Apple 采取这个新的iOS政策 嗯嗯 隐私权政策 对 让大家可以选择 呃停止被这些Apps追踪 呃之后 其实呃 你看Snap 还有这个FB 嗯 他的广告 呃接下来看起来都会送到极大的冲击 嗯 所以他也要想了办法 所以究竟 不是他说他感应叫Meta 这也是原因之一嘛 对啊 但无论如何 我们其实如果就广告论广告的话 呃 精选这篇文章就大家看看 那这篇文章 他就其实指出 嗯 数位广告有几个大的问题 是长期被大家忽略 嗯 然后看起来也 呃短期内没有解答 第一个问题呢 是数位广告所承诺的未来 其实到现在为止 并没有真正的去发生 因为呢 什么样的未来 比方说我们 我们过去你看从头广告 就是大众媒体 所大量撒下去的 嗯 所以呃 同样一个广告 在三台播出 在两道报刊出 是所有人都看到的 嗯 所以你会打到 就算为什么会有 百分之75无效 因为大部分根本不是你这个产品的TA 是啊 你给他看那个广告也没用 嗯 但是在过去就是大众媒体的市场 你没有选择 你去还是得这样子少 那当数位广告出现的时候 哎 他们就标榜说我可以量身打造 我可以帮你去选择 你的小众的市场 然后帮你打到这个地方去 所以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在做网路广告投放都会知道 都可以设定各种的条件 对啊对啊对啊 那就是你自己去搜寻了什么东西 接下来你就看到什么样的广告的几率就来的高嘛 对不对 嗯 但是实际上 嗯 到底是哪些企业在登广告之后 给哪一些人去看 嗯 其实这些都还是这些平台的业务机密 嗯哼 好 所以呃 包括你看你可以去下广告 你可以看各种的统计数字 嗯 没错呃 后台也号称可以看得到 但是实际上它是不是最后呃 呃 精准的能完全打到你要的 你的广告的效率 不管是Google广告或FB广告 有那么有效 嗯 其实你很难去查证的 真的吗 比方说啦 因为像袁冲自己有出版社嘛 你偶尔也会去下这些广告 然后呢 你去下这广告 譬如你跟他要求说我要下在 呃 几岁到几岁 呃 什么样的教育程度 跟什么样的喜好当中 我要推这本书 那然后呢 你发现效果不好吗 或者说他给你的呃 呃 他不会告诉你说我现在 目前你下的广告的效益怎么样 我给你一个 嗯 相关的报告 不会这样子吗 其实有啊 他有给你报告啊 但是但是比方说 呃 我就是要给我某一些特定的人 但是但是我没有办法确定 你脸书能不能正确的 投放给我要的这群人 所以意思就是你在你的 营收当中看不出来 嗯 有效的成长是这个意思吗 嗯 好问题 呃 其实尤其对脸书来说 自从apple推出以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新的政策以来啊 他说有80%的用户 就是停止不让你追踪了 嗯 那一旦可以追踪 今天就问说 那请问 你这样其实看起来 大部分消费者 其实是不愿意让你去追踪的 嗯 所以当消费者不让你追踪 他要保护他的影视之后 请问这个数位广告的未来 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 说可以精准的对准到 你要的消费者 嗯 这是一个 再来第二个 其实我觉得也很有趣的 他说呢 哎 大家没去问过 到底是哪一些企业在 这些大的广告平台上去下广告 其实这些大的平台 都从来没有揭露过 嗯 那今天主要引述的是一个媒体购买集团 叫做Group M 他说呢 他说去年啊 FB上啊 的广告大客户 广告大客户 绝大部分 来自于中国的制造业 光是中国制造业 不叫绝大部分啊 从中国制造业 就超过100亿美金 哦 你说他们过去 他只是 不是是OEM 帮大家代工 他还自己 跑到FB投广告 他自己卖东西 哦 然后他说Amazon Amazon上面的卖家 去年呢 有40%是来自中国 你可能以为说 哎 Amazon是美国的公司 不 Amazon上面的卖家 40%来自中国 但是 亚马逊并没有揭露这件事情 嗯 嗯 所以换言之 嗯 以上是数位广告 目前他说 未来会 要大家要进去 不去面对的问题 要去想说 哎 在这样一个环境底下 到底数位广告承诺的是 我们一个什么的未来 嗯 这意思是说 你说是很精准 到底有没有那么那么精准 而且你说的很透明 到底有没有那么透明 嗯 这些问题好像都并不是 跟当初说的啊 是完完全一样的 OK 好 所以呢 数位广告 我看还是一样会越来越夯啦 只是说他碰到的一些问题跟变化 都还是存在 对 因为根据他乐观的预估啊 刚刚有一天 会到80%都是数位广告 从中广告就 就慢慢的再见了 嗯 是啊 我觉得这样的几率很高嘛 因为现在内容 当然都还是在 只是你的载具都不一样了嘛 那载具现在多半都是集中在网路上啊 嗯 OK好 时间到了 大家非常谢谢陈云聪 谢谢 拜拜 I like 103 I like radio